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增加生活的情调 让你的居家生活变得可以更疗愈 而且现在是逢周年庆的时间 到底有哪一些好康优惠的组合 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 走 现在带大家来的是一家 我非常喜欢的居家用品专柜 放眼望去都是美丽的瓷器 大家是不是觉得 任何一套瓷器摆在家里 都美得不得了呢 为了不要让大家花冤枉钱 我特别请了一位专家 瓷经专家来为我们好好的介绍 让我们欢迎Mandy 哈啰 俊逸 嗨 大家好 是 这个 我刚刚看到的是 这些瓷器看起来都非常华丽 是 没错 其实这个瓷器的品牌的话 它们的特色就是有金银边 所以金银边的东西就是 让它可以张写有些低调的华丽 但是今年它们推出的非常特别 就是有金银 银边 但是它可以入微波的 可以入微波 对 入微波 很贴心 对不对 微波有金银边不是都会烧起来吗 对 但是因为它们就是特别研发了一个 特殊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保有它很漂亮的金银边 但是你还是可以进到微波炉 譬如说我要热牛奶 我就可以直接放微波了 就非常的好用 对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那它们是因为皇室的品牌 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个品牌 都是因为它的金银边来 所以今天呢 让大家可以看到一整套非常漂亮的 然后是一个很美丽的 有点像是水彩晕染的一个画色 这样子 对 真的很美耶 是 但是我其实眼睛一直离不开桌上的酒杯 酒杯是不是 对 没错 喜欢小酌啦 小酌 对跟我一样 我也是喜欢小酌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瑞典的一个手工的一个酒杯 那手工酒杯 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很漂亮 它有关这个蓝色的部分 它整个都是用手工吹制的 它的这个声音呢 都是非常清脆的 那么我们敲杯一下吧 哦 有没有 而且那个杯子 重量 杯子很沉 是 很沉 那一般人家认为的水晶杯 因为现在大家为了环保 事实上水晶杯它事实上里面 已经没有含钩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加入了另外一个金属 但是它一样可以非常地透亮 那这个就是瑞典水晶杯它的一个特色之一 所以非常受到大家都欢迎 刚刚自己在闲聊的时候呢 有特别讲到这个杯子的制作工序 制作工序非常的繁复 对 没错 要十道工序 对 你有做功课 厉害 然后它要五六个人一起齐心协力 才可以做好一个杯子 它的这个工匠的年龄 六十岁 平均年龄都六十岁 所以它是要非常有经验的工匠 它才可以做出这么完美的水晶杯 它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 没错 然后所以它一个小时只能做八十五个 八十五个 对 所以你看它就是非常的精致 对啊 如果是你可能在家 就是你不喝酒 是 喝饮料 喝果汁 里面装汽水 是 然后这样拿起来 感觉就是不一样 对 没错 刚刚说到仪式感 那我们吃的喝的都满足了 我刚刚进来我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艺术品 然后这个艺术品放在家里 是不是会觉得又高贵又大气 而且我特别觉得这个红色一定有学问 没错 因为俊俊有在写书法 他就知道 其实这个红色就是我们所谓的朱砂红 那朱砂红其实它的颜色很难摇烧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在这个摇烧的过程当中 以前古代它是加入了红宝石的粉末 红宝石 你看看 很贵啊 独目的贵 所以现在他们研发了一个新的 一个不同的一个矿物质 然后它加入在这个里面之后 它可以让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而且很饱满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金边勾勒 还有这个狮子 狮子就是也是一样是皇帝的相生 对 然后二十四黑金 再加上它整个的花瓶 下面还有黑色的剑层 因为现在就是中年轻嘛 就是大家过年到了 然后他们厂商又释出了一个 很优惠的东西 就是如果买了这个花瓶 还送一个荷兰的非常有名的垃圾桶 厨房不再是女人的天下 尤其是我自己也很爱下厨 邀请三五好友到家里来吃饭 端上满满的一桌爱心料理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 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些 好用的厨房小屋 首先要跟你介绍这个锅子 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你爱煮汤的人呢 你中间要check这个汤熟了没 或者是它滚到什么地步 锅盖要放哪 放这里 好不好用 而且呢它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平常是煮面啊 或者是你要把这个汤汤水水倒掉 这个锅盖的设计呢 它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 而且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不挑炉具 不管你是明火炉 还是电磁炉 还是IH炉 它都可以使用 然后第二个呢 它的把手是可以拆下来的 所以呢 它可以进烤箱 这个大垃圾桶有30公升大 你把它用脚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 它的垃圾袋 你就可以卡在这边 而且它还有缓降 如果是你的厨房啊 会有很多厨余啊 用这个垃圾桶 它的异味就不会飘出来 这样是一种 然后第二个呢 是好用的模拟器跟削皮刀 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的 五公升的脚踏式垃圾桶 它有两个削皮刀 旁边的小钩 它可以去除马银鼠的牙眼 然后我喜欢小竹马 有时候调久 你会想要刨一些柠檬丝 或柑橘皮的丝 你就可以用这上面的小孔 这样子 这两把又轻 然后又好用 公寓扇骑士 以前利器器 你的刀具也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还有这个五组的刀具 它有大片刀 主厨刀 然后这个刀子呢 它非常特别 上面有两个小孔 那不管是你 比方说家里有迷迭香啊 或者是一些香料 从这个洞拉出来 它叶子就自动剥开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小刀 它除了可以当水果刀之外呢 它旁边也有这个刨丝跟厨 这个马铃薯 牙眼的这个功能 最后这个小刀呢 我们看它是巨石状的 所以做一些花雕果雕 或者是你平常可以拿来切 八果面包 比较硬的面包 它还可以当面包刀 然后它的底下的架子呢 它是做中空的设计 所以不怕里面会生构 会臭掉 而且呢 这些刀子呢 它全部都有这个防沾的涂层 所以如果你先是切的是很黏的 卤得很透的牛筋 切下去的时候 它都会吊在刀子上 但是因为它是防不沾的这个道具 所以它就是会让你很好清洗 然后特别我要介绍的是这个砧板 它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角 斜角的设计 让食材可以集中 然后汤汁就会流到这边 一个好用的砧板 如果可以帮我解决这么多的事情 我就大力推荐 好 这么多的精美的居家用品呢 是不是觉得在家 其实也可以很chill 观望很久的朋友 现在是周年薪 赶快下手 然后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 又舒压又轻松的居家环境 OK 那潮南出任务 今天我介绍大家 这些东西我都非常爱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